美国打了14年都没拿下越南,为何中国只用了30天,说出来你都不信?众所周知,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美国为了强大自己在不断的侵略别的国家,美国在很多人眼中从来就没有打不赢的仗。 然后在近代史上,有一场仗确实让美国受到了重创,如果不是经济底子的雄厚,相信现在世界霸主的地位早就另当别论了这场战斗,就是家喻户晓的越战。 美国当年为了能够得到越南的自主权大批美军植入越南,并且出动了国内一大半的装备,在很多人看来,这都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,然后事实却出人意料。 原本以为,是一场催枯拉朽的闪电战,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活生生地打成了垃圾战。 越南只是一个亚洲的小国家,但是当时其却倚靠着中国和苏联源源不断的支援,大量的武器装备从胡志明小道送到其军队手中,再加上毛主席伟大的游击战策略,使得越南一直坚持下去美国和越南的这场交锋一达就是14年。 由于这场仗打的时间实在是太长,在美国人眼中已经变成了无底洞,再加上美军在越南已经开始彻底失去了明星起国内,也出现了大量的反战浪潮。 于是最后他们的不得撤兵回国古往今来,也有不少国家想要侵略越南,但是最后都没有得逞。 其中也不乏一些大国,美国当年用了14年跟越南打仗。 虽然越南在这个过程中死伤远远超过美国最后的结果,却是越南惨胜,但毕竟胜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不过越南并不是没有打过败仗。 当年越南想要侵犯中国边境,在边防线上不断滋事。 后来中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和越南之间的战争打响了。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忍无可忍发动的反击,只用了短短的30天,就打到了越南的首都。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就拿下越南呢? 当时越南战争中,越南最擅长的就是游击战争,可是说到打游击战谁能够超越中国呢? 开始的时候美国非常的不屑,认为中国军队肯定会和他们一样被打回去,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我国军队只用了30几天的时间就将越南攻破了。 而不可一世的美军到现在才明白,原来中国解放军打起仗来才是最不要命的。